65岁的孟大妈 在儿子家做免费保姆已经八年了 这也是她在上海待八年的原因 今天,她和往常一样 不到六点就起床准备一家人的早餐 先给孙女煎了两个荷包蛋 热了一杯牛奶 再给儿媳蒸了几个包子和煮了豆浆 孙女吃完早餐后 她又马不停蹄地把孙子送到学校 做完这一切后回到家 再次跑进厨房 收拾孙女和儿媳留下的空碗 本以为已经上班的儿媳 却拿着一条丝袜出来 问她 妈,我不是跟你说过这丝袜要手洗的吗 你为什么就是不听呢 孟大妈有点猛 她明明按儿媳说的 无论是丝袜还是内衣 她都是手洗的 可今天儿媳怎么会来责怪她 儿媳指着丝袜说 你看,这都拉丝了 你让我怎么穿 儿子还没睡醒的样子走出来 说不就是一条丝袜吗 你至于为这鸡毛蒜皮的事吵吵吗 穿不了再买不就是了 儿媳这是一条丝袜的事吗 这是我刚买的 昨天第一次穿就成这样了 我能不心痛吗 再说 难道你妈做错了事还不能说 眼看儿子和儿媳就要吵起来了 孟大妈赶紧拿起小拉车 出门去买菜 这也是她一天中的必备工作 来到菜市场 孟大妈遇到了经常一起在小区聊天的一对同乡 同乡夫妇俩一脸伤感地告诉她 说自己要回老家了 原因是家里还有一个小儿子 大儿子让他回去找小儿子养老 两个老人都不想回去 因为大家都心知肚明 回去同样会被小儿子嫌弃 可大儿子却说他已经养了父母快十年了 如今也该弟弟尽一物了 老夫妇二人哪怕不愿意 也只能无奈接受大儿子的安排 还说行李都已经收拾好了 过两天就要坐车回去 这个消息对孟大妈来说 有一种胡死吐杯的感觉 她不由地想到自己的处境 再联想到儿媳对自己的态度 她觉得自己离这一天已经不远了 也许是心神恍惚 回到家后 孟大妈才发现忘了给儿媳买黄瓜了 儿媳昨天晚上还一直叮嘱她一定要买黄瓜 说是做面膜用的 孟大妈原本想再跑一趟菜市场 可儿子却一觉肚子饿 让她快点做饭 她只能先给儿子做饭 其实 她也心疼儿子 这么多年来 儿子一直需要不停地在外面到处跑 甚至还要飞国外 这么辛苦才勉强在上海买了房子 而为了帮儿子减轻负担 她不但把工资卡都交给儿子扣房贷 还从老家过来帮儿子照顾孩子 别人都以为她跟着儿子在上海享福 只有她自己知道自己这得连保姆都不如 可即便如此 她也甘之如頤 毕竟 不管怎么说这是她的儿子 她还是想要尽己所能地去帮她 希望儿子能过得轻松一点 孟大妈还想着只有儿子一家过得好 她才能够一直住在儿子家 虽然儿媳对她很挑刺 甚至可以说是很刻薄 但是 不管怎么说 她已经把儿子家当成自己的家了 可这一切或者说孟大妈的愿望 还是被打破了 原因是亲家带着儿媳弟弟的孩子住了进来 亲家说老家没有好学校 只有大城市才有好学校 为了让孩子受到好的教育 她就带着孙子住进来 都说人多是非就多 本来看伺候儿子一家已经够呛的 如今又增加了两个人 矛盾就更多了 累一点孟大妈还能够忍受 可她最无法忍受的是儿媳对她的态度 自从亲家带孙子住进来以后 全家人都把她当保姆在使唤 仿佛他们才是一家人 而她却只是一个外人 关键是儿媳还要给她脸色看 不是嫌弃她做菜不好吃 就是嫌弃她卫生没搞干净 孟大妈很能受 她知道自己该走了 可她却不甘心就这样狼狈地回去 想到自己辛辛苦苦为儿子攻防 还为儿子做了八年的保姆 不但没有得到儿媳的感激 反而还被儿媳嫌弃 她太不甘心了 想到这些 她坐到儿子面前 想听听儿子的意见 实际上是希望儿子能够说一句公道话 可惜 儿子却沉默了 儿子的表现让孟大妈知道 自己是真的该走了 可是 她却不知该往哪去 老家已经没有人 而且 那房子根本就无法再住人 可不回老家 她又能上哪去 无奈之下 孟大妈还是收拾行李 让儿子给自己买票 只是 在此之前 她到银行把自己的工资卡挂失 并重新办了一张新卡 回到老家后 看着满院长满了野草的老屋子 脚底下都是蚂蚁 这哪像是人住的地方 分明就像一座荒屋 幸好孟大妈娘家 侄子把她接走了 并对孟大妈说 会找人帮忙收拾屋子 等到屋子收拾后 再送孟大妈回来 村里人也没想到 孟大妈还会回来 都以为她会跟着儿子 在上海养老 毕竟 她就这么一个儿子 除了跟着儿子之外 似乎没有其他办法了 侄子请来了专门的泥水工 不但把院子的杂草除了 还把房子重新简单地装修一番 半个月后 孟大妈才从侄子家 回到自己的家 回到家的当天晚上 她就接到儿子的电话 在电话里 儿媳气急败坏地问她 为什么要把卡换掉 孟大妈平静地说 那是我的公子卡 该怎么处理它是我的事情 给你还了那么多年的房贷 你不会以为 那就是你的公子卡吧 再说 你不会以为 我不用穿衣吃饭 呼吸就能活着 那既然我和你一样 同样需要物质才能生活 我把我的公子卡拿回来 有什么错 也许心里憋了太多的委屈 孟大妈对着电话直接说 我在你们家出钱 出力这么多年 你们都把我的付出 当理所当然 甚至连保姆都不如 凭什么 你们不就凭我心疼你吗 现在我要心疼我自己了 我不想再一直围着你们转 我想要过一种 有尊严的生活 而能够支撑我的 不是你这个儿子 而是我自己的退休金 儿子被孟大妈 骂得不敢说话 最后 双方只能沉默地挂断电话 半年后 孟大妈慢慢地重新 适应了村里的生活 她还在屋门前 种了一大便蔬菜和瓜果 看着这绿油油的菜地 孟大妈觉得心情特别好 她还养了两只猫 每天她除了下地之外 就是带着两只猫 坐在树底下 听村里人聊八卦 日子虽然过得孤单一点 但是 对于孟大妈来说 也算是另一种意义上的 岁月静好 儿子却带着儿媳 突然回来了 说不放心 她一个人在老家 想要把她接过去 一起生活 可孟大妈却知道 儿子哪是不放心自己 她只是想自己的工资卡而已 孟大妈直接拒绝儿子说 我哪怕进养老院 也不会去你家做令人厌恶的免费保姆 那八年我已经受够了 再也不想过那样的日子了 如果你还有良心就放过我吧 我老了 真的折腾不起了 儿子还想再劝 可孟大妈明确说 我是不可能再帮你还房贷 我对你已经无话可说了 儿子恳求孟大妈说自己和别人做投资 亏了很多钱 连生活费都拿不出来了 上海的房子 如果再还不起房贷的话 就要被银行拍卖了 对儿子的眼泪 孟大妈毫不心软 她当作没看到 儿媳可能看不下去了 说你哪怕不为我们着想 也应该为你孙子着想 如果房子被拍卖 你孙子要住哪里 孟大妈早就看不惯儿媳那虚伪的嘴脸 听了儿媳的话后 以往压抑的情绪瞬间爆发 她大声地责骂儿媳 你才是她母亲 是她的第一责任人 她的一切都应该由你承担 更是你的责任 你有什么理由往我身上推 你是不是觉得我在你家做牛做马八年 就应该任由你拿捏 你就心安理得地享受我的付出 还完全不把我放在眼里 哪怕把赶出来了 还想让我回去伺候你一家子 你把我当什么了 儿媳大概也没想到 一向好说话的婆婆 像是突然变了一个人一样 完全呆住了 而孟大妈把儿子骂了一顿后 直接对儿子说 你们自己的问题自己解决 我老了 你们别再指望我了 像是在交代一言一样 孟大妈对儿子说 我也不指望你们给我养老 如果那天我实在动不了 我就住养老院去 绝不会麻烦你们的 儿子和儿媳虽然很生气 但也只能无功而返 送走了儿子和儿媳后 孟大妈仿佛所有的精气神 都被抽走了 一下子像是老了好几岁 她觉得这个世道变了 而自己却还停留在几十年前 父母还在时的模样 其实 像文中孟大妈所遇到的事情 在如今社会绝对不是个例 可以说很多六七年代的人 正遭遇着同样的事情 子女长大了 随着大流在外面找工作 上班 然后 找对象 在外面成家 如果条件好的 孩子出生后 他们可以请保姆 但大多数人都只是普通打工者 本身工资就不高 除掉日常所需之外 基本就不剩什么了 根本没有能力请保姆 这个时候 他们就面临着孩子和工作 两者之间该如何做选择的难题 就像网上所说的 抱孩子就无法搬砖 可不搬砖又拿什么来养孩子 像这种既想上班工作挣钱 同时也希望把孩子带在身边的情况 唯一的办法 只能让家里的老人帮忙照顾孩子 这时候的老人 或者说父母就被子女裹挟着 不管他们愿不愿意 甚至说 哪怕看着公路上飞驶的车辆都发抖 也不得不从老家背井离乡 来到儿子生活的城市 被迫去适应城市的生活 而令大多数老人失望的是 自己尽心尽力为子女付出 努力去把孩子照顾好 为了给子女减轻负担 他们除了尽量节省开支之外 还会去减破烂 做手工 甚至去打零工 可子女回报给他们的不是对父母的感恩 而是嫌弃 嫌弃父母脏 不爱讲卫生 甚至连孩子不听话也是父母的责任 责怪父母溺爱孩子 总之 子女看不到父母的付出 更看不到父母眼中的委屈和悲伤 看到的却是父母做得不够好 特别是当父母老了 无法继续为子女付出时 在子女眼里 父母就变成了累赘 往往是这个时候的父母 才是最令人心痛的 他们想回去 可是 他们已经没有退路了 回不去了 因为 大多数的老人都只是普通人 他们没有退休金 更没有积蓄 唯一能依靠的只有子女 而他们所图的 也只是希望子女 能够对自己尽到赡养的义务 哪怕仅仅只是一周一饭也是好的 这就是大多数老人的现状 辛苦了一辈子 临老了还要跟着子女 像无根的扶贫一样 在外到处飘 无处安家 令人心痛的是 当子女不需要他们的时候 他们就要再一次 被动接受子女的安排 被子女抛弃 明明有家 有儿有女 却变成独居老人 在此 希望所有人都能善待父母 不要让父母寒心 更不要让父母老无所欲 欢迎在下方评论区留言 同时也不要忘了点赞订阅关注我 请不吝点赞订阅关注我 请不吝点赞订阅关注我